10月9号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布消息称 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10月7号在南海开展了大规模伤亡演习 对于此次演习的更多细节 美国太平洋舰队并未披露 只是再次宣称 里根号航母是一支时刻准备战斗的作战力量 保卫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大规模伤亡啊 首先呢就是美军对这个未来的这种军事行动有个判断 就大规模伤亡会什么样的情况才会出现自己的大规模伤亡 那么这种情况一个是强对强 就是他的对手和自己的实力相当 那么打起来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伤亡的很大 或者死亡的人数很多 所以这是一个强对强的战斗 也就是说他可能要面对这样一场战斗 还有呢就是援打劲 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海军力量应该说是非常强的 10艘航空母舰还有大量的这种驱逐舰 还有巡洋舰那么你本来很强 但是呢当你到了别人家门口你就不强了 因为人家可以用陆地的导弹 可以用空中的飞机啊 就陆基的飞机那数量很多呀 你航母上的飞机毕竟他是有限的呀 还有一个就是你远道而来 在人家家门口作战 你这个环境啊 这个地理环境对自己是不利的 所以是这样一种战斗 所以我们看他的这个大规模伤亡很有可能就是预判 如果我要在这种情况下强打强 然后援打劲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大规模伤亡 那么这种情况我怎么办 就是一个是救护吧 因为你要有人来把这些伤员给抬下去 还有一个呢 你要补充人员 要接替他的岗位啊 不然你这个航母不就是丧失战斗力了吗 所以他的这种演习呢 就是对未来的这个作战的形式 有一种新的判断 那么过去他肯定是没有进行过这种演习的 因为过去都是他强打弱 他打别人 他没有什么伤亡 甚至于是零伤亡 打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几乎是零伤亡啊 所以我们看他现在在做这种演习 也就是为未来的这种战争呢 或者未来的军事行动做一种预判 感谢观看